我們四顆輪胎 後輪是有凸起來的 收到的時候就拿一顆凸起來 放上去 確定有堆進去 裡面那個黑色感覺就會凸出來 然後拿一個 鎖在感覺上面 先放電片 再鎖螺母這個 因為他中間的桿子會動 所以你要 這邊的桿子太短 你就從另外一邊後輪那邊 推過來一點 推剛剛好就好了 裡面會有這個工具 那他因為他是桿子會動的 所以他要兩邊同時一起鎖 所以你一邊輪胎裝上去之後 再去裝另外一邊 然後再同時用這個 相反反向 這樣轉 他才會緊 那你可以先固定 先把固定上去 然後換另外一輪 另外一輪 另外一輪 然後兩邊同時一起轉 把他轉緊 就可以了 轉到最緊 轉到他輪胎不能晃 這是後輪 前輪的話是拿這個 然後上面原本會有一個電片跟螺母先拿下來 把電片跟螺母先放進去 然後再把它放進去 把電片跟螺母 鎖頭 那如果它还会放的话,可以再多加一个电片 你前面可以再多加一个电片 它这个袋子里面会多附你两个电片 那你就两边各一个 所以总共放了两个电片,再去锁它 这样它放动率才不会那么高 然后它还会晃,再继续转 然后它不会晃的,可是它轮胎转不动 这样不行,就要松醒 轮胎又可以晃 轮胎又可以晃 轮胎又可以 原地转动 然后又不能太超 这样是可以的 只要可以转就好了 两边都是一样的,前轮两边都一样 雷 再不行 比��면来 轮转 滴